耶利米哀歌,第一章,先前满有人民的城,现在何静不作,他何静诚如寡妇,先前在列国中卫大,在诸省中卫公主的,他和静成为静贡的,他夜间痛哭,泪流满腮,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,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,成为他的仇敌。 犹大因遭遇苦难,又因多福劳苦,就被迁移掳去,他住在一郊民中,寻不着安息,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,西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洁就悲伤,他的城门凄凉,他的祭司叹息,他的处女受艰难,他也在愁苦,他的敌人未守,他的仇敌亨通,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, 他的孩童在敌人面前被掳去,女子西安的威荣全都失去,他的首领像找不住草场的母鹿,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。 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,就追想古世他所有的一切美物,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,无人救济,敌人看见就吃笑他的安息日。 耶路撒冷大大犯罪,所以他被除去,素来尊敬他的,因献他赤路就都藐视他,他也叹息退后,他的污秽是在衣金上,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,所以非常的败落,无人安慰他。 他说,耶和华啊,求你看我的苦难,因为仇敌此夸为大,敌人伸手,夺取他的美物,他眼见异焦的民进入他的圣所,论着异教之民,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中。 他的民都叹息,寻求食物,他们用美物换粮食,要救性命。 他们说,耶和华啊,求你观看,因为我成为卑贱,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,这是你们不介意吗? 你们要观看,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,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,使我所受的苦。 他从高天石火,进入我的骨头,克制了我,他扑下网罗,伴我的脚,使我转回,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。 我罪过的,恶是他手所绑的,都缠附在我颈项上,他使我的力量衰败。 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,主践踏我中间的一切勇士,招聚大会攻击我,要压碎我的少年人。 主将做处女的女子,由大踹下,像在酒诈中一样。 我因这些事哭泣,我眼泪汪汪,因为那当安慰我,就我性命的,离我甚远。 我的儿女孤苦,因为仇敌得了圣。 西安伸出两手,无人安慰他。 耶和华论雅各已经出令,使四围的人做他仇敌,耶路撒冷在他们中肩向荆棘内的妇人。 耶和华是公义的,他这样待我,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。 众民啊,请听我的话,看我的痛苦,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。 我呼唤我所亲爱的,他们却气哄我。 我的祭司和长老郑寻求食物,就性命的时候,就在城中崛起。 耶和华呀,求你观看,因为我在急难中。 我心肠扰乱,我心在我里面翻转,因我大大叛逆。 在外,刀剑使人丧子,在家,犹如死亡。 听见我叹息的友人,安慰我的却无人,我的仇敌都听见我所遭的患难。 因你做了这事,他们都喜乐,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来到,他们就像我一样。 愿他们的恶行都成在你面前,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我,求你照样待他们,因我叹息甚多,心中发昏。 耶利米哀歌,第二章,主和静在他怒中,使命云遮蔽女子西安。 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,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。 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并不顾惜,他在他怒中轻抚女子犹大的宝障,他使这宝障倒塌在地。 他辱莫这国和其中的首领,他发烈怒,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,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。 他向火焰似围吞灭,将雅各烧毁。 他张公好像仇敌,他站着举起右手如同敌人,在女子西安的帐篷上将月人眼目地进行杀戮。 他道出他的烈怒,像火一样。 主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他的一切宫殿,拆毁他的宝障,在女子犹大中加增悲伤哭号。 他抢取自己的帐篷,好像是园中的窝棚,毁坏他的聚会之处。 耶和华使圣洁和安息日在西安都被忘记,又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。 主丢弃自己的祭坛,憎恶自己的圣所,将宫殿的墙员交付仇敌手中。 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喧嚷,像在圣会之日一样。 耶和华定义拆毁女子西安的城墙,他拉了准绳,不将手收回,定要毁灭。 他使外郭和城墙都因此悲哀,一同率败。 西安的门兜陷入地内,主将他的门栓毁坏,折断。 他的君王和首领都落在外邦人中。 律法不在,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。 女子西安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, 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,腰树麻布,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至地。 我眼中流泪,一致失明,我的心肠扰乱,肝胆涂地都因我民女子遭毁灭, 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婚。 那时,他们在城内街上发婚,好像受伤的在母亲的怀里将要丧命, 对母亲说,谷,酒在哪里呢? 女子耶路撒冷啊,我可用肾膜向你证明呢,我可用肾膜与你相比呢。 做处女的女子西安啊,我可拿肾膜和你比较,好安慰你呢。 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,谁能医治你呢? 你的先知为你献虚假和愚昧的意向,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,使你被掳得归毁, 却为你见虚假的漠视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。 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,他们向女子耶路撒冷吃笑,摇头,说, 难道人所称谓全美的,称谓全地所喜悦的,就是这成吗? 你一切仇敌都向你大大张口,他们吃笑,又切齿说,我们吞灭他。 这真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临到了,我们亲眼看见了, 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,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的话。 他轻浮了,并不顾惜,他已使你的仇敌向你夸耀,使你敌人的脚背力气。 他们的心哀乔,卓,女子西安的城墙啊,愿你流泪如何,昼夜不息, 愿你眼中的瞳孔泪流不止。 夜间,每逢骄更的时候,要起来呼喊,在主面前清心如水。 你的孩童在个街口上受恶发昏,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起两手祷告。 耶和华呀,求你观看,献你向谁行过这事。 妇人岐可吃自己虎口斑肠的婴孩吗? 祭司和先知岐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? 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卧,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,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。 你杀了,并不顾惜。 你招聚四围惊吓我的,像在大会的日子招聚人一样, 以致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,无人逃脱,无人存留。 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,仇敌都杀尽了耶利米哀戈第三章, 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仗,遭遇困苦的人。 他引导我,使我行在黑暗中,步行在光明里。 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。 他使我的皮肉衰老,他折断我的骨头。 他助累攻击我,用苦胆和艰难围困我。 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,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。 他用篱笆围住我,使我不能出去。 他使我的铜链沉重。 我哀嚎求救,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。 他用凿过的石头挡住我的道,他使我的路弯曲。 他向我如雄埋伏,如狮子在隐秘处。 他使我转离正路,将我撕碎,使我凄凉。 他张公将我当作剑靶子。 他把剑袋中的剑射入我的肺腑。 我成了众民的笑话,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。 他用苦楚充满我,使我喝阴沉而醉。 他又用砂石敲碎我的牙,用灰尘将我蒙蔽。 你使我远离平安,我望迹兴盛。 我就说,我的力量盼望都从耶和华那里灭绝了。 耶和华啊,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。 我心想念这些,就在里面幽闷。 我想起这时,心里就有盼望。 我们不致消灭,是出于耶和华珠般的慈爱,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。 每早晨,这都是新的,你的信实极其广大。 我心里说,耶和华是我的分,因此我要仰望他。 反等候,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,耶和华比诗恩给他。 人仰望,耶和华,静默等候他的救恩,这缘是好的。 人在幼年富恶,这缘是好的。 他当独坐无言,因为这是耶和华夹在他身上的。 他当口贴尘埃,或者有盼望。 他当由人打他的腮夹,要满受凌辱。 因为,主必不永远丢弃人。 主虽使人忧愁,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。 因他并不甘心,使人受苦,使人忧愁。 人将世上被囚的压在脚下,或在至高者面前驱往人,或在人的宋事上颠倒是非,这都是主看不上的。 除非,主命定,谁能说成就成呢? 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? 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,为何发怨言呢? 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,再归向耶和华。 我们当诚心向在诸天的神举手祷告。 我们犯罪悲逆,你并不赦免。 你自被怒气遮蔽,追赶我们,你施行杀戮,并不顾惜。 你以密云遮蔽自己,以致我们的祷告不得透入。 你使我们在众民中成为污秽和渣子。 我们一切仇敌都向我们大大张口。 恐惧和网罗,残害和毁灭都临近我们。 因我民女子遭的毁灭,我就眼泪下流如河。 我的眼多多流泪,总不止息,只等耶和华垂顾,从天观看。 因我本成的众女,我的眼使我的心伤痛。 无辜于我未愁地追逼我,像追雀鸟一样。 他们使我的命在身牢中断绝,并将一块石头抛在我身上。 重水流过我头,那使我说,我命断绝了。 耶和华啊,我从身牢中求告你的名。 你已经听见我的声音,求你不要掩耳不听我的呼声,我的求救。 我求告你的日子,你临近我,说不要惧怕。 主啊,你申明了我的冤,你就赎了我的命。 耶和华啊,你陷了我受的委屈,求你为我断案。 他们仇恨我,谋害我,你都看见了。 耶和华啊,你听见他们辱骂我的话,知道他们向我所设的计,并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嘴唇所说的话,以及终日向我所设的计谋。 求你观看,他们坐下,起来,都以我为歌曲。 耶和华啊,你要按着他们手所做的,向他们施行报应。 你要使他们心里愁苦,使你的咒诅临到他们。 你要在怒中,从耶和华诸天之下,逼迫除灭他们。 耶利米哀歌,第四章,黄金合其时光。 至今的金子,合其变色。 圣索的石头,倒在个街口上。 西安宝贵的种子好比金金,现在何竟算为陶将手所做的瓦瓶。 海怪尚且把奶乳补其子,我民的妇人倒成为残忍,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。 吃奶孩子的舌头,应干渴贴住上堂,孩童求饼,无人博给他们。 素来吃美好食物的,现今在街上变为孤寒,素来握朱红入子的,现今躺握粉堆。 都因我民女子的罪孽,比索多玛的罪还大。 索多玛虽然无人家手于她,还是转眼之间被轻腹。 西安的拿西尔人素来鼻血纯净,鼻奶更白,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,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。 现在,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,已知在街上无人认识,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,枯前如同稿木。 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,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,就身体衰弱,渐渐消灭。 慈悲的妇人,当女子,我百姓被毁灭的时候,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。 耶和华发烈怒成就了他所定的,道出了他的烈怒,在西安以京时火着起,烧毁了西安的根基。 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的城门,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。 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,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,又被血垫污,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。 这些先知和祭司向他们喊着说,你们躲开,这是不洁净的,躲开,躲开,不要挨尽我。 他们逃走漂流的时候,一郊民中有人说,他们不可仍在那里寄居。 耶和华发怒,将他们分散,不再眷顾他们,人不重看祭司,也不厚待长老。 我们仰望人来帮助,以致眼目失明,还是枉然,我们所盼望的,竟盼望一个不能救我们的国。 他们追赶我们的脚步,像打猎的,以致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街上行走。 我们的结局临近,我们的日子满足,我们的结局来到了。 追赶我们的,比空中的鹰更快,他们在山上追逼我们,在旷野埋伏,等候我们。 耶和华的受高者,好比我们鼻中的气,在他们的坑中被捉住。 我们曾论到他说,我们必在他阴下,在一郊民中存活。 诸乌斯德的女子,以东啊,只管欢喜快乐,苦杯也必传到你那里。 你必喝醉,以之露体。 女子西安啊,你罪孽的刑罚受足了,他必不使你再被掳去。 女子以东啊,他必追讨你的罪孽,他要显露你的罪恶,耶利米哀歌第五章。 耶和华啊,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,查看我们所受的凌辱。 我们的产业转归外邦人,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。 我们是孤儿,是无父的,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。 我们出钱,才得喝我们的水,我们的柴,是人卖给我们的。 逼迫直逼我们景象,我们劳碌不得歇息。 我们将手交付埃及人和亚述人,为要得粮吃饱。 我们列祖犯罪,而今不在了,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。 仆人挟制了我们,无人救我们,脱离他们的手。 因为旷野的刀剑,我们冒着险,才得粮食。 因可怕的饥饿,我们的皮肤就黑如炉。 敌人在西安垫无妇人,在犹大的城邑垫无处女。 他们吊起首领的手,也不尊敬老人的面。 他们拿少年人做推磨,孩童背木柴,都跌倒了。 老年人从城门口断绝,少年人不再作乐。 我们心中的快乐止息,我们跳舞变为悲哀。 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,我们犯罪了, 我们有祸了。 我们因这事心里发昏,因这些事,我们的眼睛昏化。 因为西安山荒凉,狐狸行在旗上。 耶和华啊,你存到永远,你的宝座存到世世代代。 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,为何许久离弃我们? 耶和华啊,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,我们便得回转。 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,像古石一样。 你到全然弃绝我们,你向我们大发烈怒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